第十连载《我的高考之路6》,那年在一中,2004年至2005年,注定要发生很多事,国族对香港引导7比0仍然被淘汰,姚明加入火箭队后,注定火箭这个词红遍整个中国,我对火箭印象深刻的不是姚明,而是一名叫苏拉的球员,因为班里也有一位被叫苏拉的同志,每当他持球突破时,同学们都高喊,输了,输了。 苏拉虽然受伤后也没有在火箭队露过面,但是我想他可能还没放弃,而我班的苏拉简直是体育狂人,体育每次测试基本满分收场,经过了一次高考,那么在重复去计划这件事情的时候,目的就显得更清晰,虽然不至于动力十足,但所有的事情,也是按部就班的进行,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为体育训练而狂热到牺牲学习文化科的时间, 体育训练是必须的,文化科学习也是必须的,两者都不可或缺,没有取舍只有分配好时间,语文老师开始时并不讨我的喜欢,但在一次评改作文幸福是什么中,给了我54分高分, 然后在旁边写一句评语,自幼抄袭的嫌疑,这让我很是骄傲,所以我对语文学习越来越严谨,数学老师有两声音,如轰炸机般加零摩托,他讲话也很像轰炸机,时不时还发出涉武器口水,可是他一停下来,便是眯着眼睛笑,对于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,我只能用有趣两个字来形容, 每天晚上自修课,只要是数学老师看班,下面的问题的同学都是要排队的,我们心甘情愿面对面被他轰炸,因为他曾经说过,我是电白的状元,你们不跟我学跟谁学,综合科我不会特别差,特别差是英语,完全不认识也不至于,起码,二十六个字母我是知道的,一中的英语老师水平高是没错的,不仅他讲英文的时候我不懂, 甚至他开始讲中文的时候我都还没反应过来,徘徊的一百五十,挣扎的一百五十,无奈的一百五十,我的英语成绩,对我来说,就像个孤魂野鬼般的孩子无处落脚,翁江花同学是我的同桌,他的数学和我的英语一个状况,或者老师安排我们坐一起,是希望我们俩能互补一下,他的英语也不见得很好,只是考试的时候, 总能比我多二三十分,但已让我羡慕不已,不管怎样,我总得做点什么,于是我下定决心从朗读开始,买了一套英语的朗读资料,里面有八张录音带,早上拼命的读,晚上睡觉的时候,把录音机里的音乐换成了英文,很多人都说我这样学一点用都没有, 我的态度是哪怕没用我也得做点什么,就当作为心安理得而做吧,文化科在班里偶尔排进前十名的时候,我很怀疑是运气好碰上会做的题,但后来预考我又偶尔飙到第五的时候,我想不是别人考差了,也不是碰巧,而是我终于在认真读书了, 无容置疑,这是我一辈子最认真对待学习的一年,英语这时还是很差我并不理会,自己该干嘛还得干嘛,我一直盼望着,自己能经常偶尔跑到前十名去,要知道这里是地中,电白最高学徒,关于体育训练 其实不仅我,所有参加过高考的体育生,对那段身体训练的岁月,都应该是印象深刻的,专注于一项运动,想方设法去提高机能,排除万难只为离毫的进取,刻苦,努力,渴望着成功,在上广州考试之前,有人去医院输液,氨基酸,为了保证身体足够体能,我不认为是很荒唐的行为, 因为只欠东风这句话是必须在瓦尸举备的前提下说的,我没有去输液,只是和素友们去摆草堂,吃了几回虫草炖汤,15块钱一盅,感觉口袋的银色滚烫滚烫的烧,同样的时间,同样的环境,一切都是那么熟悉,只是感觉不同了,不会再因为紧张而半夜醒过来,也不会因为天气而心情低落,我更多是沉默做好一切准备, 因为我知道来这里是干什么的,一百米跑的时候天气晴朗,我提前喝了几口红牛,在出简露出的时候,我从口袋里,掏出被同学们以欲为神药的港产黄道一排火多油,再擦遍大小腿,然后迅速穿上运动长裤,然后我像其他人一样,在旁边听着枪声势跑,身体的发热,汗水掺透了外套, 是时候了,一声运动员上道,我除去外套和长裤,扭开矿拳水平往头一倒,洗把脸就走向起点,枪响了,我的起步几乎与枪声同步,我越跑越快,没有,人在我前面直到我冲刺也没有,压陷那一下,我狠狠的吼了一声,一百米跑成绩是十二点零,千球我推了十点七米, 选项我把篮球换成了足球,我依旧穿着绿色那条足球裤子,绕过最后一条杆就狠狠的一脚,虽然跑了很远捡球,但我知道不需要第二次机会,二十满分,乒乓球没什么好说的,高考体育是考完,我总分是八十九分,开心是开心也不见得需要很兴奋,回宿舍睡多一觉这次星期酒店,告诫自己时刻物浪费, 感谢观看